每个品牌都需要有logo 包括你的个人品牌 今天这期影片 我会教你用最简单的方法 用免费的工具Canva 去做出你专属的logo 即使你完全没有平面设置基础 你也能够设计出好看logo 我会在影片里面展示出五种logo设计样式 一定会给你很多灵感 让你在看完这期影片之后 就能够设计出你专属的logo 大家好 欢迎欢迎我的朋友 我是 Grayson 如果你想通过YouTube频道 在网上达到自己的个人品牌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是完全免费的 在底下描述完也能够找到很多 经营YouTube频道的使用工具 我现在就来到Canva 我们可以在搜索栏里面搜索标志 然后选择这个选项 这里面Canva就会提供给你非常多的模板 你可以从这些模板里面进行一些适量的修改 制作出你自己的logo 例如第一种样式 我选了这个模板 这个logo比较适合做一些摄影工作室的logo 所以我就把它改变成摄影工作室的logo 首先我先取消寻注 然后我这里更改一个文字 像我更改了文字的信息 我需要调整字体的大小 然后我需要更改副标题的信息 现在我也改变了副标题的信息 接下来我可以改变它的设计形式 我可以加入一个相机的元素 首先我把这个副标题的文字往右移 给相机的元素挪出一个位置 然后我选择元素 在这里面搜索相机 我可以找到这个相机的元素 我调整它的大小 再把它变成白色 选择右上角更换颜色 选择白色 然后我们发现相机元素和副标题之间有一些空余的位置 所以我们需要调整一下副标题 我们可以适当调整一下副标题的字母兼具 我选择副标题 然后点印这里兼具 加大大的兼具 然后调整副标题自己大小 调小一些 现在我们就更改好了这个模板 变成了属于我们自己的logo 第二种样式 我可以选择这个模板 这个模板我可以把它改成我自己的个人品牌logo 我选择这个模板 因为我的频道名里面有包括两个英文字母 G和Z 所以我就可以修改这两个英文字母 如果想修改文字的字型 也是可以的 但是这里我觉得这文字的字型还不错 所以我就保留这字型 然后接下来我修改底下的文字 我这里输入我的名字 现在我就基本上做好了我个人的logo 我可以再加入一些特别的元素 像是我可以加入YouTube的标志 我点击左上角的元素 在这里我可以搜索YouTube 这里我找到这个YouTube的标志 调整它的大小 这里我先调整一下我这名字的大小 然后再把YouTube的标志放到名字的前面 再整体进行一些调整 现在我就根据了刚才的模板 做出了我自己的个人logo 第三种设计样式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模板 也可以把它修改成我们的个人品牌logo 我们选择这个元素 还是以我频道为例 我把这A的字母改变成Z 然后这里中间我可以输入我的名字 这样你就能够很快的制作出一个 非常简单大气的个人品牌logo 接下来我还教大家 如果用最简单的方法 从0开始做出自己的logo 我选择这里建立空白的文档 比如说我有个瑜伽的频道 我想制作出一个logo 首先我可以加入一些文字 我选择这里文字选项 这里新增个标题 然后输入我的文字信息 我想要更改另外一个字型 我选择左上角 我选择一个字型 例如我选择四元黑体细体 然后我稍微给它加出一下 我选择这里加出 然后我再加入一个副标题 我选择新增副标题 这里我可以输入频道的主体信息 然后我修改这个字型 然后我调整它的字间距 像我可以在中间加入一个横线 我选择元素 在这里加入一条线 然后调节这条线的粗细 调整成1 这样我的文字部分就做好了 我还需要加入一个代表瑜伽的元素 所以可以在元素里面搜索yoga 这里面就会有很多瑜伽的元素 例如说我选择这个元素 调整它的大小 然后我可以给它再加入一个圆形外框 这里我选择线条形状 我选择查看全部 在这里找到一个圆形外框 调整它的大小 这样我就很快的利用一些基本的图形 做出了一个瑜伽频道的标志 像我再来做一个关于设计频道的标志 首先我需要添加一个元素 这里选择圆形 修改它的颜色变成黑色 然后再复制这个圆形 你可以点击这个圆形 然后点击右上角复制 然后更改这个圆形的颜色 我把它变成黄色 调整它的大小 把这个圆形的大小调大 然后把这个黄色的圆形 移动到黑色的圆形后面 我们选择右上角位置 这里选择往后 然后使它们聚众对齐 这个时候我需要交入我的文字 我选择文字 选择新增的标题 输入我的信息 然后更改一个字形 调整它的大小位置 像我需要加入一些关于设计的元素 例如可以在搜索栏里面搜索write 在这里可以找到这个元素 我选择这个元素 把它变成这个黄色 然后调整它的大小 像我也就制作出了一个关于设计频道的logo 接下来我来告诉大家 在你设计好logo之后 你如何导出你的logo 我选择右上角的下载 在这里你一定要选择透明的背景 透明背景这个功能 需要你升级到CAMO PRO才能够使用 这里可以通过频人区的链接 去免费使用30天CAMO PRO 等一下我会告诉大家 透明背景和不透明的背景有什么区别 然后我们可以点击下载 这里我有两种logo 一种logo是没有透明背景的 一种是有透明背景的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有透明背景的logo 像我们就可以看到 导出透明背景的logo 就可以适用在不同的背景里面 像我来导入有背景的logo 我们就可以看到 如果你没有导出透明的背景 它就会连带把刚才的背景一起导入进来 所以我们需要导出透明的背景 这样的logo就能够放入到不同场景里面 像是你要放到你的网站上面 也是可以的 一个好的logo 能够很好展示出你的个人品牌 希望大家不要因为 自己不是学设计出身的 自己不会设计软体 而放弃给自己做品牌logo的想法 你依然可以用CAMMA去设计出你的logo CAMMA是一款非常强大的设计平台 如果你完全不会平面设计 那么CAMMA是你最好的工具 我频道里面有非常多关于CAMMA的教程 也教你如何制作出YouTube的缩图 YouTube频道的封面图 YouTube影片的片头动画 片尾动画等等 就你可以去看一下我这些影片 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欢迎我们点赞 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关于CAMMA YouTube的内容 欢迎对我频道 如果你想和我更多互动 可以关注我IG 在底下描述完也有很多 建议YouTube频道使用工具 那么下次再见 拜拜